一朵小红花就能换砧板头盔 这个临场咱们盖的不亏啊兄弟们 多种树多种花 关键时刻它是真管用啊 砧板头盔直接戴上 然后我们的龙头盔先凑凑起来 然后幸运四叶草 还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们 咱们评论区里问我为什么不加等价交换啊 首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等价交换 它这里边本身就是有的 你可以看有EMC纸 其次呢我就算合成出来 我也是不会用等价交换桌子的 玩随机合成 享受的就是这种随机的乐趣啊 所以就算合成出来咱也不会用的 其次就是我这个 大哥多少mode 根本就合不出来 你放心 宝贝太多了 哪呢 哪那么容易合成呢 知道吧 合成不出来的 什么胸甲 30D 骷髅王胸甲 这个家抗性提升 那肯定比我这个胸甲要厉害得多 咱家周围可能有很多的怪物 有点卡顿 来清除一下 直接清除了11个生物 然后银石这地上呢也是有的 砍树 深色项目咱们有没有 没有 包括原木咱们都没了 啊 继续游戏 发费潜在问题 它 它防止我崩 它不让我用 兄弟们 真坏啊 那咱就用这个砍 嘿嘿嘿 谁说砍树非得用那个 斧子了 对不对 哎 什么情况 我看一下是不是卡了 没卡呀 咱这个 相当于直接就把我的 辅 就是 树就 卡没了 那我们还是这么卡 没办法 咱们只能用这种连锁 它的功能键不让用 可能加的MOD太多了 难免哪个MOD和哪个MOD之间 它就有冲突 能理解 这什么 真坏之佛 又收获一件神器 像这种现在暂时用不到的神器 咱们最好藏起来 最好藏起来 我不希望一会儿不小心又碰到一个什么乱码 我又没了 前功尽弃 对不对 咱们得藏好 红花也得多收藏点 哎 对了 既然这熬里给 加点这些东西 拿来 我跟你们讲 刚才咱们这里边有个东西 我没试 那东西是好东西 就是这个 哎 什么东西 小猪佩奇是吧 给我嘎 垃圾小猪佩奇 还想偷袭我 你叶峰现在是有克金萝莉的男人 是那么好欺负的吗 开玩戏啊 我真的是 这啥呀 滑稽 终极 终极熔炼炉 好东西 好东西 这个放在这里 这么大点啊 我先把我的一个范围调整一乘一 这方便拆解 哎 没了 什么东西合成出来的 咱多合几个 OK 各三个 然后留两个 这个炉子就放在 放这 哇哦 哇哦 这是 加点煤炭就可以吗 加煤炭不行 加这也不行 可能要加滑稽熔炉 滑稽专用的东西 这个应该是 哇 得到一件 神 神级机械吧 这算一个神机 神机械 这是什么东西 高级机设啊 我家已经有机设了 这个就不要了 然后这个是可以来一点 我记得这可以刷EMC值吧 让我们不太 不太需要EMC值是吧 然后再看一下铁 铁在这边头盔 哎 哎 哎 什么东西 哎 不对啊 不对 这呢 希望之花 干嘛 干什么用的 合成 哦 果然是可以合成的 只不过它是 合成材料里边 比较一个渺小 而我铁又比较少 就不考虑拿它 大量合成了兄弟们啊 然后看一下 我们这个铁门 能做成什么 然后就是钻石了嘛 钻石刚才看过了 那就是红石了 那就是花 哦 这个这个 这个放在不同位置 它可以有 好吧 这个神器随机合成里边 居然没有这种设定啊 哎 哎 哎 乱码方块 直接换一百 奥利给咱们打怪就能得 哎 练棒 这个也是可以 这个单独就能进行合成 这是不是就滑稽了 黄金明天块 换 我临场里边有的是 余火共舞 我看一下 它是不是要这种东西 进程0% 这是应该滑稽机元的一个mode 我也是没玩过啊 这个滑稽机居然没玩过 所以我也不太懂 相机 一台 价值非常高的相机 还有什么东西啊 其他东西咱们再找吧 哎 熔炉 终于换回来一个真板熔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